记者赖小同新北报道,新北市老都社区多,巷弄狭窄,部分道路因土地无法完全取得,成为阻碍通行的瓶颈。 公务局102年起推动瓶颈道路打通沾案,去年与地主谈定15案,已打通11处,半桥区重庆路62项日前完工,景观焕然一新。 半桥区重庆路62项位于宽8公尺的计划道路,原本道路不通,建筑物的五角突出,有电线感触力,土地常被乱丢垃圾,轮为脏乱点。 在明代建议下,新北市新建工程处协助打通道路瓶颈,新工处办理用地征收补偿事宜,半桥区公所研议交通动线,工程项目等细节,历时两个月施工,总算打通道路瓶颈,日前开放通行。 半桥区长林静邦说,这个路段长约140公尺,工程经费320万元,平井打通后,居民可从重庆路通往后普街,不需绕行向道,节省5至10分钟行车时间。 此外,过去当地地势低洼,玉宇长阴排水不及造成积水,路面与民房有高低差,住户出入需仰赖接替,生活不便,这次施工一并更新排水系统并调整动线,改善杂乱的市容景观。